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板 欢迎来到咪路正线 那么这两天啊 有一个事儿 引起了大家这个关注 那就是我们 曾经最富有的 马蒂亚里亚回来了 马蒂亚里亚从国外回来的原因呢 也很简单 为啥呢 兜里没钱了 难以为继 在海外的 高档的生活 原来不是在 海洋的东面吗 他的 二代 不是在 阿美利卡 都有保镖 坐了那个好像是奔驰麦巴赫的那个车子 但现在啊 好像恐怕这样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阿里公布数据 净利润暴跌96% 一个时代的落幕 最近 阿里公布数据 2024年一季度的净利润仅为9.19亿元 同比暴跌96% 要知道阿里在2022年第四季度 阿里时代和满意时代已经落幕了 而面对净利润出现暴跌的情况 阿里方面给出了解释 归答为三大原因 第一 加大了对电商业务的投资 包括淘宝和天报的核心用户体验 核心公共运营产品 AI基础设施 还有开拓海外电商业务 不过这样大数比投资下去 能否获得另能满意的回报 还是个未知数 二 给菜鸟员工发放留在基地了 就是给员工发了福利 那阿里的净利润减少也在意义之中 第三 阿里投资上市公司的市值下降了 现在全球资本市场都不景气 阿里投资的股票也市值出现了下跌 阿里这些年再走下坡路 先是蚂蚁金服上市计划被叫停 然后是2021年4月又因实行垄断行为被罚款 182.28亿元 那么在2070亿元部门宣布 对蚂蚁罚款71点多亿元 那么也就导致了现在阿里的 这个样的一个现状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说这些罚款 当然了还有他们这个CEO叫什么张勇 也不能怪张勇 人家说张勇在开拓性这一块 他的管理能力不错 但是他不是一个业务员 他只是一个搞行政的办公室主任 那这个呢 你这样说呢也对 但同样的呢 也不能完全怪他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对阿里都非常的反感 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马云 你说你一个杭州的 你没事头上 弄个半拉面饼 面皮饼 白面皮饼 半拉白面皮饼 你到那个地方去 到第二圣殿那边去干哈呢 对吧 过去一年 你的这个画面 在大家的脑海当中是 一直是烙印啊 一直是烙印 大家在全网都知道 可萨人在网上带节奏 美国直接出报告说 中国反可萨主义 可萨大使馆被中国骂 骂崩了 迦南的孩子们 而你却同 魔鬼 共舞 站在一起 大家都对你的东西是不感兴趣 而且你有什么996福报 你又对中国人当韭菜 放高利贷给中国人 有多少人被那个花呗 给逼的 每个月手里头紧巴巴的 有多少人 因为找了你的那个贷款 被整得可怜兮兮的 我从来都不用支付宝的一个人 我只用微信的财富通 我从来不用支付宝 我花钱也不用支付宝 我买东西 不用淘宝和天猫 我用京东的 你养了高晓松这样的人 你跟军旗 穿一条裤子 对吧 你干的都是些什么事 你把中国人 当韭菜割 最终会被中国人抛弃 你不把咱们当同胞 咱们也不把你当同胞 不会支持你的 你的第一季度就挣9.1几个亿 你们自己去分吧 孙春意都把你的股票抛干净了 对吧 所以说现在 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地方 发生了一个事件 我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因为这里面现在油管的道德审查 其实太猛了 我他妈有些事 我都不能直接讲 发生什么事了 机器人审查现在特别猛 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吧 一个熟人对另一个熟人 做出了 对吧 所以说 在小龙书上面 大家都说不要去泰国 都在怪泰国 这个地方自然不太好 很多人都在骂 说 国人害国人 关泰国什么事 你看这是 哪些都是有高赞的 你看这都是什么脑回路 对吧 你看这都是什么脑回路 那为啥国人在中国 或者说在新加坡这个坡线 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当然在坡线 它是个中转战 但直接在那个地方干这个事 也没那个胆量 因为法律都严苛 社会治安都比较好 那为啥在泰国 那大家 这样子去说 那不是很正常吗 连一个泰国的钉钩子 大钉 它都要掰开来 这样子去他妈舔 舔他妈定钩子 那人家泰国内有个老蛤蟆 带着忍者神龟的那个 就是炒什么 线炒的 那你中国人去了 就是让你跟门外等着 有空位跟你讲 现在没位置 在外面等着排队 老白牛 白猪白皮去了 马上到里面坐位子去 插队 你去舔吧 使劲舔 你去舔 你自己的权力 一点都他妈没有 你使劲你去舔 把他掰开了 掰开来去 他妈舔 所以我就说过 你中国最有钱的 马云 马爸爸 带了面皮饼 扣了后脑勺 他那张照片 和他那个表情 是非常愚蠢的一个人 非常愚蠢的一个人 所以我说今天 你阿里有这样的下场 很正常 没有 不会用你的APP 你不是收购了那个什么 收购了那个什么 饿了吗 我从来不用饿了吗 因为我知道是他的企业 我不用饿了吗 对吧 对不对 他的所有的APP都不用 不在他的商店上面 买任何东西 这就是从我做起的抵制 新兴之火可以燎原 一个带拌揽 面皮饼的家伙 我为啥要支持他的企业 一个把中国人当社畜的人 把中国人当韭菜的人 我凭啥去支持他的企业 你倒了 轰了 塌了 最好 你在日本 你儿子在美国 都是中国的敌国 你们他妈的 到哪去不好 他妈非要去这两个国家 对吧 别人去 是去糊口的 你他妈去 是拿钱过去 他们享受的 当然不行 你不是人民教师吗 乡村教师代言的吗 你咋不去教书啊 嗯 所以老兵就说了 这样的人 这样的企业 他已经那么老逼兮兮的 之前们 二郎腿一敲 做的那个那妈的 老乱兮兮的 给人家指导 迷惊 啊 屌兮兮的 令人反感 高楼利贷公司 蚂蚁金服 要他妈上 要他妈的上市 怎么可能呢 叫中国都变成 美国式的 那种卡奴 都是变成你互联网 放高利贷的 带奴 你他妈就挣好了 对吧 还搞预知菜 你弄的这些事 还要进去预知菜领域 你弄的这些事 说了说句实在 说句实在话 给人听了 给中国任何一个人 听了的感官都非常不好 去这家公司上班 要以为耻 因为你在他妈的搞卷 职场这个卷 搞了大家现在 都没有任何的生活 只是为了生存 为了生存而奔波 你看那些人 在浙江宇航 买了五六百万的房子 现在他妈两百五十万 两百万都卖不出去 对吧 干啥呢 带那个半个 半张那个面皮饼 去那些地方 朝圣 那个地方是你去的地方吗 是不是 中国人得罪你啥了 你非得 非得把中国人 往死里整啊 你咋心眼这么坏 是不是 咋心眼 心眼这么坏 人家讲浓缩就是精华 跟这样身高的人 打交道要注意一点 浓缩都是精华 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啊 很多浓缩 都他们心而贼多 我去 所以说 像他看到这种 类似这种面相的人 一脸的恶相的这种人 一定要当心一点 他还得搞预知菜呢 让中国人吃防腐剂 给中国人放高利贷 没钱我借你花 每个月下个月 还不上 可以分期 收你利息 搞到最后 他妈这些利息 都是以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来他妈收的 贼他妈高 贼他妈下来 很恐怖 幸亏被国家给叫停了 为此他干爹索罗斯 大骂习大法 先后两次大骂习近平 给他这个事 给他叫停了 他能够战胜中共的 报香港九七年 金融危机 一见之仇的机会 又被粉碎了 直接逼着 那马云他干爹 直接就爆发了 所以说 做人要有良心 习近平已经给中国的企业家 指了一条名路了 南通张甲纪念馆 好吗 你们怎么发财 不来管你们 怎么起来得不来管你们 但你们得爱国 如果你们不爱国 你屌到了 想当浙江共和国的总统 那不好意思 今天就把你企业都给你毁了 毁了就毁了 你这样的企业又不是不可替代 你干啥事 你都是在模仿 你没有原创 非常可怜 你只是利用了中国这个 金炖工程 防火长城 学了点美国的东西 把它弄过来 复制过来 在这里弄 然后你很牛逼 你说你是天才企业家 然后天天他妈的灌输一些 他妈的有毒的鸡汤 指点迷津 指点啥迷津啊 我从以前我就看出这个人 他那个企业里面都有啥呀 有什么创造性的东西没有 整天想着他妈那个逼的 跟老百姓来争利 线上菜市场 线上卖水果啊 线上他妈那个逼的 干这干那的 有什么原创性 你他妈恰的GPC 是你他妈搞得出来吧了 OpenAI的那套 你能弄出来吧 你有什么原创性 你没有任何原创性 懂吧 所以你这样的企业 又干了没良心的这种事 还让他妈的世袭制 当他妈财阀 想学韩国财阀控制中国 门都没有 告诉你 懂吗 所以说江测财阀 要他们好好的反思反思 你的成功是得于这个制度 和很多人的贡献 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他妈比他那么多个皇帝梦 想他妈当皇帝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老蒋为你们走出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他就是前车之鉴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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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